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我是曾中玉 好 川普真的很奇怪 不晓得是昨天妈祖托莫给他 还是他又想到了什么事情 结果他现在又改口了 先前他不是说 中国你给我等着 现在美中贸易战我可以不谈 我不急 因为时间是站在我这边的 但是你知道他昨天又说什么吗 他要到加州去 那他要上这个空军一号的飞机之前 在媒体前面他就说了 我告诉你们 我觉得我有一个预感 I have a feeling 他说中美很快就要达成贸易协定 他到底在说什么 先前才大骂中国 说不答应他要做的事情 但是现在他又说 很快中美贸易战就能够达成 但是你听听他后来接下来说什么 他说对很快就要达成了 可是什么时候会达成 也许是在总统大选之前 也许是在总统大选之后 他什么有讲跟没讲一样 那这样子什么叫做 很快就要达成贸易协定 那他讲出这番话又有什么用意 因为你记得吗 明天这个第13轮的贸易磋商 在10月份要磋商之前的次级磋商 明天华府就要登场了 那这一次刘鹤当然没有出席啦 刘鹤是高级的官员对不对 那他要在10月份磋商之前 先派一下下面的部署来到美国 所以您看到了中国这一次呢 派出了财政部的官员廖明来到了美国 大家都说啊 这一次的磋商呢就是为10月份的 出这个谈判来进行铺路 那的确因为双方最近真的是接触的越来越频繁了 那自从上个礼拜呢 他们官员有一些互视善意之后 中国说你不要再说我没有做咯 我已经连续三天都买了美国的大豆 总共是买了72万吨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一次的亮点在哪里 不是买大豆 是这个廖明 那您看到这个廖明 中国派出来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说了 他说很快就要达成贸易协定 他在拨什么算盘 其实中美双方还是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啊 美国觉得你的技术问题 你的国安问题 你说要买的大豆买的玉米 你都没有买 横梗在我们两个爱情中间这么多的问题 要怎么解决呢 好 中国现在就派出了一个所谓解决性的战将来对付美国 那就是廖明 廖明呢 以前其实他在这个所谓的腹部级谈判的时候呢 都不是派他出马的 中国以前都是派商务部的副部长王寿文去 但是这一次不是派王寿文去咯 那是派廖明 那大家就在说 中国是不是为了因应川普的这番话 有一点点在改变套路 所以路透社就跑去问这个前美国的贸易代表属官员格林说 你帮我解答一下 振钱换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以前这种副部长的会议都是派王寿文去 这一次为什么要派廖明呢 那你知道吗 调兵遣将一定有他的用意啊 我这一次要跟对方谈什么 那我就来派什么样的技术性战将 那这个格林就说 王寿文的确他很擅长于处理贸易啦 还有市场的问题啦 但是这个廖明因为他的谈判经验 他的专业度已经够了 而且这一次呢其实是第13轮的磋商之前所谓副部长级的会议 那当然这样的层级这样的专业度 因为这次真的没有要谈什么太重要的事情 所以啊他形容廖明是一个善于解决问题的人 哎外界就好奇咯 他要解决什么问题呀 那是不是真的在这一次川普料出了这番话 说他很快就要达成中美贸易协定 他想要使出什么杀手解 所以中方先派廖明来探先锋呢 这可是一个端倪 不过回头来看川普 川普当然不可能一天不说话 一天不发推文哦 所以呢他最新又向这个外国媒体说了 好好好我们很快就能够达成协议 但是谁他是疯子啊 他说他有自己的谈判风格 就是谈判前先放话嘛 所以这一次的话能信吗 会不会又是放娘的孩子再说谎 一直喊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 不要明天他睡一觉起来 或者是隔几天他又说哦我不要谈了 或者是我又要对中国客观税 他以前都是有这样的套路 所以每每都说要谈 那川普表面上装得很大气 但是私底下你知道吗 他这一次使出什么招 这一次他居然又要偷偷的立法来打中国 传出来他这一次心立了一个法 而且把他的财政部长梅努钦给找来 说你来帮我解决这件事情 其实啊川普去年的时候就已经通过了一个法案了 这个法案呢就是呢要加强对外国的投资监管 还有扩大一些敏感技术的出口管制 那去年成立这个法案之后 他们就是要希望外国企业 不管是来做生意的或者是来投资的来买技术买产品的 当然要分门别类的来管理嘛 现在我要加强这样的管理哦 我要加强这样的监管哦 因为啊川普觉得很多很多的投资 尤其背后又中资的都是在窃取我美国的机密 所以你们来投资假借投资的民意 但是实则进行什么样的坏勾当 我怎么晓得呢 我如果不管管不审查 美国的企业美国的机密全部都被偷光光 所以在去年8月成立的这个法案 授予立法机构更多的权利之后 现在他又把美努钦找来说 来我现在要扩大我的管理的范围 好尽管这个法案没有点名说是哪一些国家 他又是老套啦 他就说我就是要针对我的国安危险 有任何疑虑的企业或者是国家 他没有指明中国 但摆明就是朝着中国而来的嘛 所以你来看看川普这一次 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真的是让中国目前为止又紧张起来了 好我们看到这个机构 美国有一个外资投资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呢 他通常是做些什么的 很多的企业要来美国投资 那所有的企业 比如说你有分金额大大小 你有分投资的项目多挂 那小一点的 你可能符合一些基本的条件 我就可以让你投资了 但是如果你的金额比较大 或者是你金额背后可能涉嫌很多很多 我觉得有疑虑的资金来源 那我可能就要审查的比较详细 审查的比较久 那我就会加强我的审查 所以呢任何的国家其实都有这样的投资审查限制 但是对于美国来讲 他以前的限制没有这么严格 去年八月份他通过了一个法令之后呢 他就已经加强扩大这个委员会的审查权利 他说好 这个法通过了之后呢 我就给你更多的权利 你有了权利之后 就去帮我查更多更多的企业 那这个委员会呢 它是隶属于美国的财政部 所以等于是国家的力量 国家的力量用财政部来控管它 控管这个投资委员会放权 让你去查更多更多的外国企业 来我们美国投资的时候 你就去把我查清楚 到底他们来做什么的 这个背后的资金是谁出的 而他们到底是不是假借投资的名义 但是实质行票窃之时 好但是呢川普不满足 他说我现在啊 这个委员会帮我审查的还不够 因为现在有更多更多的人 在虎视眈眈对着我们美国 所以咯我现在派出美努钦 叫他再通过一个立法 那国会当中也有一些议员 是支持这个法案的 所以咯这个法案过关之后 好现阶段的这个委员会 就要有更大更大的权利 所谓更大的权利就是 立法通过我有了法源之后 我就可以去做更多的投资 以前我不问的问题 我现在可能要多问10个 多问20个 甚至多问上百个 所以包括了像是有一些敏感的技术 像是有一些基础的建设 个人资讯 还有房地产 以后所有所有这些范围之内 来投资的人 你要来买房地产的 你如果只是一个人来买房地产 来买房子 以前你可能只要交什么样的证件 你就可以买得到 但是现在我可能要查更多 查到你祖宗八代全部都没有疑虑 我才要让你买 所以有关于这四个方面 以后只要来美国投资的呢 现在通通都要在家额外审查 你说你觉得对于国家安全有疑虑 去查 那对于一个国家来讲 当然是师出有名嘛 可是你很多的调查 你说敏感技术 说个人资讯 说一些基础建设 那你摆明就是针对了这一次 在中美贸易战当中 你觉得中国对你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 有什么委屈的地方 你现在都要全面的回击 全面的反击 让他们不能来做这些的接触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其实这样的法案 就是冲着中国而来 对他们来讲 其实在投资当中 会失去更多更多的自由 那这个法案 现在的进行流程到哪里呢 现在呢 这个美国的财政部 已经公布了新的投资法规细节了 那对于美国的立法来讲 他公布一个投资细节之后 他要先听各方的意见 那这意见期过了之后呢 有30天的评议期 30天的评议期后 确定好 我们要实施这个新法规咯 那可能最快 在明年的2月前 就能够正式的生效 美国财政部长美努钦就说了 我们鼓励大家来投资 但是呢 这个国安风险呢 是第一 大家不要误会 以为我们随便什么都会放行 现阶段哪 国家安全 跟我们的经济考量 可是画上等号的哦 大家不要搞错了 对我们美国来讲 现在呢 这个大家好像都纷纷 倒到中国那里去了 但是对于美国来讲 美国强大 美国再次厉害 是对于现阶段 美国的首要之物 那当然除了要打怕中国 这个川普老大可真的是当上瘾了 最近啊 中东起火 他跳出来帮忙抓飞机哦 无人机飞飞飞飞飞飞 然后把这个沙奥地阿拉伯的油天一炸 哇 全世界的油量少了一半 油价狂飙 看到这十架的无人机哦 突袭了沙奥地阿拉伯的石油重镇 那真的是把全世界搅的是一片的火海 美国就说咯 幕后黑手就是伊朗啊 所以我要对你实施制裁 川普还说 这个弹炮啊 已经上膛了 不惜一战 结果咧 隔天他又改口说 不不不 我没有要打仗啊 而且如果真的要打仗的话 沙奥地阿拉伯必须要买单 你自己要打仗耶 为什么沙奥地阿拉伯要来帮你买单啊 这也透露出来川普的形式作风 你记不记得 以前他要盖美墨高墙的时候 他也说墨西哥要买单耶 川普指挥官只动动嘴巴 就把问题推到别人身上 你看他这一次 针对了沙奥地阿拉伯的事情 明明是沙奥地阿拉伯 跟所谓叶门之间的反叛军的问题 但是背后都有各自的老大嘛 那这个沙奥地阿拉伯的背后 美国就说咯 明明就不是叶门反叛军 是你们伊朗 故意在这里挑拨是非 所以好 现在不惜一战 那对于川普来讲 他当然不可能自己出钱啦 就像他说关税的问题 关税都是中国人要负责 但是中国说 明明就是你们美国企业 要反映成本 损失的还是你们自己 到底为什么要倒果为因 所以这一次他说沙奥地阿拉伯啊 你如果我真的要开战 我是帮你打的哦 所以呢 这个钱你要付啊 怎么会是我付呢 同样的情形发生在这个墨西哥的高墙上 记得吗 川普 其实啊 他在竞选的时候 他在竞选的时候 就一直说他要盖这个高墙 那盖这个高墙 为什么 因为呢 他说我们美国的白人啊 我们美国人啊 这个工作机会被移民抢走了 移民一来呢 把我们的环境弄得乱七八糟 什么都移位了 然后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有捞到 所以川普的政策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反对移民 好啦 上任之后 他要实现他的竞选承诺啦 那要盖这个高墙嘛 怎么盖 钱哪里来 那说墨西哥的移民一直入境美国 我现在盖一个高墙 好 就可以把它挡住 可是因为我是要阻挡墨西哥的移民来 那这个墨西哥墙高墙 你墨西哥也有用到一半啊 所以你也要负担一半的主墙费用 好 所以这个美国到底是有多缺钱 每次呢 要帮人家做什么事情 但是他就是要在后面给钱 这有一点点像到 比如说像美国啦 或者是像有一些观光圣地啦 你在路上观光走一走 突然会有一些cosplay 比如说打扮的像迷尼啦 绿巨人浩克啦 跳出来跟你说 我们来拍照 拍照完之后 他说给我十块美元 就是那种被勒索的感觉 好 明明不是你主动 但是却被要钱 那其实针对了墨西哥高墙 他讲的这件事情呢 川普又一直在打脸 他本来说 诶 是这个墙 是这个墨西哥要买单 但是呢 前几个礼拜 我们在讲专题的时候 你记得吗 他还说 诶 现在啊 他要动用美国的国家预算 来盖这个高墙 那美国国内本来还很反对哦 说你要把这些钱挪来盖高墙 那原本很多的重要的军事设备 所需要用的钱 要从哪里来呢 所以呢 有华盛顿邮报 甚至还仔细算了一下 川普到底说谎几次 以下说是美国自己付 以下又说是墨西哥 自己要来 这个帮他们出一半的钱 那除了这个川普很硬气的之外 他还说 现阶段呢 我们面对了这个伊朗的问题 我们也站得住脚 而且啊 我一点都不需要靠中东的这些石油 因为呢 我美国石油气生产天然第一 我根本不需要你们这些中东的石油来帮忙我 他说了 他不需要中东的石油 因为美国呢 现在是能源的进出口国 全世界第一的石油生产国 而且啊 他说井喷 根本就是川普的功劳嘛 什么叫做井喷 就是他们在挖一些油 贴一挖 哇 这个石油喷出来 这个东西叫井喷 所以他说他上任之后挖了多少的油田 帮美国贡献多少 他把这种自然的现象也归功于自己 也说井喷是他自己的功劳 但是路透社就打脸啦 路透社说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你说你不需要中东的石油 可是我们从实际的数据来看 你每天跟中东买多少油啊 美国一天产多少 一千两百万桶 但是你一天要用多少 你一天要用两千万桶耶 一千二减掉两千 是不是负八百万桶 你如果不跟别人买这八百万桶 你自己美国哪有石油可以用 所以美国跟谁买 他说哦好啊 那我是跟加拿大买 加拿大是我的好朋友嘛 我们再从数据来看 对 他的进口国 主要的进口国是加拿大 可是 他还是有跟沙烏地阿拉伯买油 他还是有跟伊拉克买油 这些海湾国家他每天都还是有进口 美国能源资料署的数据就显示 像是去年2018年 每个月就从海湾国家进口了多少 四千八百万桶耶 所以你现在说我不需要中东的石油 你根本就是当面说谎嘛 你明明就有买 如果这四千八百万桶你每个月不买的话 你要跟谁买 所以这对于川普来讲又是一记回马枪 那现在他们跟伊朗之间的这个纷争呢 这个川普也是一下很强硬 一下又很软弱 他说好好好来来来 我们来谈一下 我可以不制裁你 但是我们做到谈判说 赵明来谈 鲁哈尼说想得美 川普跟鲁哈尼在下个礼拜的 这个联合国大会里面会不会见面呢 好像传出来川普想要见哦 但是伊朗的外交部说想得美 我们根本没有要跟美国谈 所以美国最近跟各国的关系 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微妙 比如说他的小老弟日本 好川普说你伊朗不听我的 我还有日本可以来制裁你啊 但是其实川普对于日本 好像从来也都没有什么好脸色 反正呢有油水可以捞的时候 我勉强分你一点点 但是我需要你出去帮我挡子弹的时候 你就要站在我前面哦 这一次呢他跟美国日本呢 达成了初步的贸易协定 打算未来几周之内就会签署 而且川普说我根本不需要经过国会的表决 就可以正式通过 那下个礼拜呢联合国要召开大会 在场面的时候 我就会跟安倍晋三来签署协议 可是对于日本来讲 这件事情有这么简单吗 没有 因为川普的个性 你要来跟我签 OK我想要的你都得给我 但是你想要的我才懒得理你 日本想要什么 日本想要说你不要对我的汽车瞌睡嘛 就像这一次中国啊 中国说你先把这些关税取消我们再来谈嘛 可是川普说不可能啊 你要先谈到我要的 我才要把关税取消 同样的他也是对待日本呢 他也是这样子对待他的小老弟 他没有保证不对日本的汽车加税 所以现在其实对日本国内来讲 他们很反对很反对这件事情 再来这个美日的贸易协定 川普可以不需要经过国会 但是日本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 如果你没有先取消日车的加税 国会怎么可能让你来通过呢 好不仅如此 日本啊被卖了还帮忙数钱 他现在呢不但没有得到他对他最好的利益 他甚至还帮着美国来封杀华为耶 日经新闻的亚洲评论就说了 日本的电信龙头NTDocomo呢 预计在明年就要推出5G的服务 但是他居然把华为排除在外 这是什么意思 就代表以后哦 在日本的华为5G手机 根本没有办法连上5G的网络服务 这也太妙了 我买一只华为的5G手机 走到世界各地都可以用 但唯独在日本不能用 现在NTDocomo的高阶主管就说了 他们现在真的在跟很多的制造厂商 在讨论所谓5G的服务问题 但是的确哦 每一次来讨论的厂商里面 都没有华为耶 华为这么大的牌子 全世界卖第二好的手机 结果我日本要发展5G 我居然以后不给华为用 这就是变相的在挺川普 封杀华为嘛 所以对于华为来讲 他现在不管是对于Google的 这个服务 即将要开卖之际 可能还要面临第一个挑战之际 再者以后华为的手机5G手机哦 就只有在日本不能用 这真的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不过这也显示出来 国际的局势真的是变幻莫测 尤其川普这个一句话一个动作 都可能会牵扯到整个金融市场 那中美副部级的磋商又即将要登场了 双边的协议到底会不会有新的突破呢 也欢迎订阅我们非凡商业台的频道 不管是上YouTube然后搜寻非凡商业台 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或者是在我们画面左下角这个QR Code 用手机扫一下 也可以追踪到我们的频道